在拍视狼牙榜时 由于剧组经费实在有限 所以当一就想找一个 演技好片中还低的演员 来出演下江虐苏兄 结果找了一圈都没有合适的演员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演技好得不便宜 演技不好得更贵 就在他一手莫展之际 干脆把这个锅摔给了制片人 让这家伙来想办法 要么找钱 要么找人 便宜是关键 能白嫖最好 天天你说的戏言话吗 压力一下就给到了制片这边 绝望之下 他久都看到一旁 正在闲聊的导演组 本着不用掰不用的原则 制片人直接把导演组 拉过来当壮丁了 其中就包括执行导演王永泉 第一个安排他出演大反派夏江 别的咱先不说 关键这家伙演的真心不错 将角色的阴险狡诈 老谋深算 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方幸灾乐祸的导演组 咱们也没想到 夏守尊反手就把他们给卖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王红也不放过 安排他出演胡歌身边的跟班黎刚 谁能想到他也是个副导演呢 另一个路人跟班同路 其实也是个选角导演 而执行导演赵一龙 只是因为平时喜欢看一些武侠小说 在夏守尊眼里 却成了恋家子 春也狠人真凭 各种打戏呢是话里胡哨 另一个执行导演刘红兴 演了个敬王的手下欧阳池 但是还没完 剧组为了省钱 竟然连胡歌身边的小助理也不放过 让他演了个欲望的小跟班 简直是丧心兵狂 狼羊榜剧组 绝对是我见过最穷的剧组了 至于为啥 你收拾下面这张图 你就知道了 别人拍戏都是跟演员对戏 围若咱胡歌是跟导演对戏 还是被层层包围 压力憋涕有多大了 左边的黎刚是个副导演 右边的打手真评是个执行导演 中间这个龙套同路也不简单 他可是选角导演 开拍前就把关了胡歌的摄径 剧组里就他待遇最好 几位导演里就他有感情戏 关键四姐还那么漂亮 真不愧是选剧导演 会玩 最后的大反派下手尊就更猛了 是总执行导演王永泉 不得不说 剧组为了省钱 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样下去胡歌可吃不消 直接被导演组一整个包围了 可是还没完 最后就连剧中的歌曲 也都让演员们给带聊了 根本不给稀查人赚钱的机会 并赶上霓皇郡主 只未能在戏里跟胡歌凑成一对 剧组找我 说让我演谁呢 演静飞 当时浪演榜的剧组 找刘涛来饰演绵里藏针的静飞一角 因为他那绝美的古装扮想 和令人敬佩的演技 肯定能够驾驭这个角色 同时刘涛在接到片约邀请时 也是受宠若惊 毕竟身为演员的他来说 能接到狼牙榜这样的好剧本 那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 可到他进组见到导演后 对方就直接反悔了 导演一看我说 不 你是霓皇 因为他们觉得静飞 都是那种绵里藏针的那种 很柔美 定好了角色突然被换成另外一个 刘涛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 于是质问导演说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谁知导演直接给他使了个美男计 我说霓皇跟静飞的区别在哪 说霓皇跟胡歌在一起 哦不是霓皇 刘涛一听着跟胡歌打席 态度瞬间180度大反转 直接啥也不说了 当场签业合同 而在后来接入采访时 刘涛更是久久不能矜持 害羞的脸都红了八个度 搭档是胡歌的时候 你当时怎么想 也难怪刘涛会秒变明媚 毕竟胡歌是唯一一个毁容了 还能从颜值上 对我造成威胁的人